全新Monster CX60终于要引进台湾了 上市发表日期确定就在10月31日 预料将会在10月份先行启动预售 至于台湾车迷最关心的车型编程以及车架部分 目前传出将引进2.5升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3.3升汽油动力 另外两种动力也将有后轮驱动以及四轮驱动设定 也就代表台湾不会引进海外销售的插电是由电车以及柴油车型 其中入门版本动力将是一具2.5升直列四缸汽油引擎 包含后轮驱动以及四轮驱动 最大马力达到188匹 最大扭力则是250牛顿米 搭载8速手自排变速箱 预料这将成为销售主力 而顶级车型将是3.3升轻油电子列六缸引擎 以全14轮驱动为主 最大马力284匹 最大扭力则是450牛顿米 也是搭载8速手自排变速箱 而全新Monster CX60备受关注的原因 不只是陈袭备受肯定的混动设计 更是目前日系休旅车里面少见的纵制引擎结合后轮驱动的设定 纵向配置引擎除了能优化车身配重外 也为复杂的前旋吊系统留下了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在后轮驱动设计中 前轮专注于转向 后轮负责提供动力输出 因此能从容应对更强大的动力 至于配备以及价格来看 临近的菲律宾直六3.3T四轮驱动车型 售价换算新台币约157万以及163万 如果以过去CX5开架的接近程度来看 台湾车架部分预料将跟菲律宾当地相当接近 至于配备部分 最顶硅车型将搭载20寸胎圈组合 感应式电动尾门 雨滴感应雨刷 全景天窗 自动收折与防眩光车外后视镜负记忆功能 12.3寸数位仪标板 10.4寸抬头显示器 12.3寸中央触控萤幕 防眩车内后视镜 10项电动可调双前座通风椅 驾驶座负记忆功能 BOSE影响加上12具扬声器 双驱恒温空调 还有Keyless配备等等 安全部分将搭载器器囊 以及IAC3先进主动安全系统 包含ACC AEB 车道维持 盲点侦测 前后方车流警示 驾驶注意力监控提醒 360度环境等等 如果要说CX60最让人期待的 将会是纵制引擎结合后轮驱动所带来的操驾感受 也让台湾马自达车迷相当期待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继续支持中天车响家 我们下次见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地生菌 搜索中天车响家 分输入at cticar 就是cticar 就会找到我们了 对不再来 看不见了 太阳太阳 太阳了 看不见了 你 有个人